所以我就直接 再新的決定就是說 那就是新竹店 先暫時的停業 然後希望他們可以 大家可以再給他們一個機會 我想看清 卻越看越相信 那是已經更好的肉 野人火鍋被控賣烈紙牛肉 宣布停業 KID私訊消費者 他也向我道歉 然後那個牆 下午的火鍋店 火鍋店那個肉 火鍋店怎麼了 下午先下午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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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次在那邊講悄悄話 It's not of your business KID經營了野人火鍋 10號被網友投訴 到新竹分店 點了A5和牛 邊緣卻端出邊絞肉 提出疑問後 店家換來土味的東西 吃到下面又變成土衣的樣子 再一次質疑 對方才端出圖三 告知我們真的上錯了 我想看清 KID當下立即發文道歉 每一次因為出包上新聞 都是如同意志劍 只差我心臟 宣布新竹野人火鍋店 退回市營運模式 12號店家粉專 再度發文表示 進台北總店評估後 從今天起會先暫停營業 KID出席三立金中 入圍分享會 也透露私下有項投訴民眾道歉 我這兩天其實沒什麼水 然後我就有特地的找到了 這個消費者的FB 然後我有親自的去跟他 就是說明一切這樣子 然後他也人很好 就是他也跟我講說就是 很抱歉啊什麼的 我不是要把事情怎樣 我說沒有辦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對我們來說是一個 進步的一個狀態 因為我覺得 我們是可以 就是被大家指教 所以我就是直接 就是負責 負責任到底 所以我就是最快的 先做出一個決定 就是先調了總店的人過去 後來也發現總店的人手也 下去的話總店也會不夠 所以我就直接 在新的決定就是說 那就是新竹店先暫時的停業 然後他們也認同 然後也願意配合 現在總共有幾家 現在六家 新竹店是就是最近開的 那也就是有點在疫情比較 就是可怕的時候開 所以我知道他們的壓力 但也不是藉口 差很多啦 維持員工的薪水 然後可以繼續的run 我們就已經很感動了 最近是慢慢要變冷 可能會變好 對但是 你發生這個事情 我就也不管了 就是清楚就是 好的就先休息一下 整頓好再出發 因為我現在就是 人就在外面 對很容易被公審 那我就是 還是要堅持我們的肉 其實真的是 要弄到最好的 所以 當然我們的分店的壓力 成本的壓力 他們就相對就很高 因為 畢竟冷藏肉 它的保存期限是比較 短一點點的 對所以 他們的成本高之外 他們就有一些壓力 但是 我們還是非常堅持著 我們要得一些品質 藝人開店 更辛苦的地方在這裡 賺錢的時候他們就說 好像藝人很賺錢 但沒賺錢的時候 就好像 你們藝人開的店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就希望說 至少把品質顧到最好 對然後希望他們可以 大家可以再給他們一個機會 這樣子